大家好,今次会分享一下小夜联城小王子系列的盲盒抽盒手感 由于这个系列的包装袋比较厚 而且每个公仔的底座都是分开摆放 所以手感分别不大 全系列最轻的有几个 其中一个就是大热款小王子 它上下大约有1cm的摇动空间 四面摇的时候上半部会感觉到有点碰盒 跟它一样轻的版导功,钢槽剂相对细胞 上下完全摇不动 因为底座放在盒子底部所以会有点碰盒感 点灯人的手感跟它差不多 但是钢槽剂就大包一些 还有头顶会有塑料学保护 虚荣的人比它们三个重一点 上下摇不动 四面中步摇的时候会有碰盒感 底座都会在盒子底部打下 而中等重量的有狐狸 它上下大约有半cm的摇动空间 四面都有碰盒感 底座同样放在盒子底部 钢槽是全系列唯一一个有磁吸的 它同样是中等重量 六面的摇动空间小 蛇的手感跟它们都很相似 上下几乎是没有空间 四面摇会有点碰盒 相对比较重的基本款有五个 其中一个是地理学家 它的钢槽也不细胞 上下大约有半cm的摇动空间 四面几乎摇不动 而双人的重量和手感跟它差不多 但它相对上四面能够放动 而小相反 它的钢槽相对比较细胞 六面几乎没有空间 上下会有不明显的对定 至于另一个月款玫瑰花 它六面同样几乎摇不动 但底座的打盒相对明显 最后一个基本款就是走鬼 因为它的姿势和之前的有些分别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它上下左右打盒 前后会有不明显的顶盒 还有底座的打盒都非常明显 今次这一套有两个隐藏款 我会在另一条影片分享一下它们的手感 以及会和哪些款容易混淆 如果不想错过最新的芒盒攻略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